台北市長蔣萬安早上出席了光華3C商場15週年慶祝活動 體驗了VR遊戲還有自行車發電科技 蔣萬安說自己之前會帶著大兒子一起玩電動 沒有想到長大了就兒子越玩越厲害 現在他只有在旁邊看得粉 戴上VR眼鏡玩射鏡遊戲 看著眼前敵人囂張搖旗挑釁 但台北市長蔣萬安手上拿著弓就是射不出去 他沒有出席 一個動作滿頭大汗 小兵太難纏了 只能求助服務人員 這時蒙人想起家裡醉照的神隊友 得利玩遊戲 我想從他小時候開始可以跟他一起較勁 到後來他大一點 他開始慢慢教我 到現在我大概只有在旁邊看得粉 不過沒關係我還有兩個小的 可以他們長大慢慢持續跟他們一起切磋 培養三寶打電動 長大才能帶著爸爸飛 台北市民生活中的好朋友光滑3C商場15周年 蔣萬安親自捧場也順便物色有沒有工具能用在市鎮上 所有辦公桌都換成這個 都換這個 節能啊 節能啊 要找菜才能夠發電使用電腦 又是搬到北市府員工得幾點下班 蔣萬安笑了笑先自己用就好 不管是VR AR還有包括我們很多這個數位轉型 其實都在我們市政的政策推動裡面 資訊教育交通 還有包括整個整體的都市規劃 我們其實都不斷的來導入科技 創新科技融入市政規劃 跟上時代 蔣萬安有自信要把台北打造成智慧新都 建林市大陸已經採訪報導